Lensame 感謝香港被偷故讓的 以及台中諾亞方舟贊助播出 快速點選超連結 購買序號到PTC GIO STORE 輸入優惠代碼DOM5 以及享有5%折扣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副牌組的主角 這個特性小噴火龍 特性是一回合一次 我們可以放兩個傷害指示物在這隻寶可夢身上 放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檢視牌組 搜尋兩張火能量貼在這隻寶可夢身上 然後牌組洗牌 這個的話它的特性就可以有一個自己填忍的效果 就加速填忍 這個加速填忍剛好可以符合到它的這個招式效果 可以打個高爆發 招式效果是可以丟棄這隻寶可夢身上所有的火能量 那每丟掉一張呢就可以打50點的傷害 注意喔這邊是以張數來做計算喔 所以如果這張噴火龍你是給它這個反擊能量的話呢 只算做一張 所以拔掉一張反擊能量它只會加50點的傷害喔 並不是說你的反擊能量因為落後被視為兩顆這個任意色 就增加100點沒有 你要看清楚它的招式效果是說 依照張數來做計算的 一張增加50以後呢還有這個30的基礎傷害喔 通常的話我們就是會融結弓手填2能 然後呢特性再填2能總共會4能 然後在手填再填1能總共5能 這是這個傷害最大化 50x5 250再加30總共打到280 280的話幾乎所有的Tech Team寶可夢都是可以秒 因為我們萊噴最高也是270而已喔 我們這副牌就是專門打Tech Team寶可夢會非常的有優勢喔 反而是打小人牌的話呢優勢不大 因為我們這個特性有一個自傷的效果 自傷的話呢我們血量變130 再下一次自傷變110 那這種130110通常小人牌說是 很好一拳去把我們做擊殺的 那因為我們是2階寶可夢 光進化就是要花費一些時間喔 那通常對手的小人牌不是基礎寶可夢就1階 比如說奇拉蒂娜然後布魯王這種 都是進化很快的 所以我們噴火龍反而打小人牌的話優勢不太大 好那再來進化鏈部分我是放414 你要放404或424什麼的都可以無所謂 就隨你個人的喜好 再來副打手部分我這邊放的是菱形小V 那他的話是也是2個火能就能打攻擊喔 一樣就是我們用龍接弓來做田能 就可以觸發這個攻擊的招式 那他的攻擊效果是 依照我們氣牌堆的這個基本能量張數 然後呢1張就是會乘以20點的傷害 所以我們這副牌組只有放基本能量就放13顆喔 那如果說你覺得13顆放太多也可以改到12顆 我覺得至少要12顆啦 玩噴火龍的牌組至少要12顆火能 因為你火能太少的話呢 你有可能智商填完以後填到後期的話 你牌組已經沒有能量可以填喔 會有點危險喔 那也避免說我們後期的牌組沒有能量 所以我們這個小V呢 有一個回收能量的保證 然後我還放了一張道具卡能量回收 可以回收5張基本能量 從氣牌堆回到這個牌庫這樣子 那我這副牌我就沒有放小剛了啦 因為我們開下去就不能開這個人物卡抽率了嘛 就不能開主欄 也不可以開龍皆攻會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把小剛拆成兩張卡 一張是能量回收 然後一張是這個單價喔 再來副打手除了小V的話 我們還有這個 呃...狐帕 那狐帕的話主要會用到他的第一招 只要一顆能量就可以攻擊 那可以依照對手場上有這個特性的寶可夢呢 一隻會增加20點傷害 這張的話通常就是用來針對我剛才講的 我們打小玩牌會很難打 所以如果遇到其拉蒂娜牌組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狐帕來針對喔 通常狐帕的話就可以用這個硬能 直接殺掉對手的其拉蒂娜 因為通常對手會養兩隻這個烏雞王嘛 烏雞王加其拉蒂娜總共有三隻特性 所以20乘以360 60再加基礎傷害10總是70 70打弱點打擊140 直接一拳帶走其拉蒂娜喔 那而且我們這個狐帕的話他有超能抗性 所以這個其拉蒂娜揍一拳打他的話是打不死的喔 一定要打兩下喔 除非說對手的這個其拉蒂娜有裝備這個詛咒之符 那我們的這個狐帕才有可能說被點死喔 不然通常的話都可以打兩下 所以在獎勵卡的交換上是會比較有優勢一點的喔 再來輔助寶可夢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是需要進化的牌組 所以搭配這個基拉奇 來確保我們可以盡快的拿到抽率啊 拿到糖果或是拿到鋪場的東西 來去做進化這樣子 然後呢干擾的部分呢 我們還有放這個阿博索羅 因為現在基拉奇走的牌組還是蠻多的喔 那我們放這個可以有效的干擾對手 讓他不要撤退換位這麼順利 他逼得他一定要用使用switch啊 或是骨茲馬 那他如果沒有拿到這些卡上手的話呢 他沒有辦法輕易撤退 那他有可能就必須要法戰一回合 這樣的話就可以替我們爭取到進化的這個空間跟時間喔 他招式的部分我們通常用不太大 因為這副沒有放邪惡能量 那就不如多加講解 再來最後一張輔助寶可夢選擇是小夢幻 因為打後排的寶可夢還是有的 因為有白海獅啊 皮姐的GX 然後四二真龍GX 這些都會打後排 還有這個雙彈瓦斯 所以我們要盡量 避免說這個小火龍死太快 所以一定要放個小夢幻來保護一下 當你看到對手牌組他是有機會打後排的 我們就要找一個時機把這個小夢幻給拿出來喔 那他的招式也是不錯用喔 一顆能量就可以放三個傷害指數 以任意的形式放在對手的寶可夢 就是任何一隻寶可夢身上 這個的話呢 有時候剛好會補一點點的傷害喔 也是不錯 那其他道具的部分 除了巢穴球這個放滿不解釋以外 我沒有選擇高級球 是選擇這個寶可夢通信的原因是 因為高級球要丟兩張牌嘛 如果你說丟火能 其實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過 如果我們丟火能 那會導致說我們 可能手牌火能量不夠這個龍接弓來填 那也可能不夠說 這個牌庫的能量不夠給這個噴火龍來填喔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用這個通信 但是因為寶可夢通信他還是有個風險 萬一你沒抽到寶可夢卡 那他就是廢卡一張 他就是發動不了喔 所以不喜歡通信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啊 這個通信-2 然後高級球放2 就放2-2的比例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比較平衡一點 比較balance一點 那因為我們是要進化 所以糖果一定要放4張 再來單價跟回收剛才有講過了 那場地卡部分 因為現在火力工廠零星卡很難抽 還一張可能台幣破千很貴 那也沒關係 你沒有這張的話 你可以換成懲戒四糖 因為我們這副是小人牌 所以懲戒四糖可以幫我們補足一些傷害 不過其實我們這個噴火龍爆發就很高了啦 或者是說換巨大熔爐也可以 就是放3張這樣子 也是可以的喔 或者是說你放這個3.0 寶可夢齒輪3.0也可以 幫助我們快速的趕快綠到這個 竹籃或者是熔戒功上手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一定開局 剛好是雞拉奇是開局喔 那人物卡的部分呢 這邊古芝麻就只放2張 因為其實牌組已經有點急喔 為了塞這個糖果 其實糖果真的超佔位置喔 因為我們開古芝麻就不能使用這個熔戒功嘛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古芝麻-1然後放一張反制槍喔 因為我們這副需要進化 需要時間 所以通常前面對手會打快攻的話會 我們很容易落後給對手 那這時候反制槍很容易就觸發可以開啟喔 那裝備卡的部分就頭巾用來針對GXX寶可夢啦 這個滑板的部分就是給雞拉奇 這副牌的話還是可以再微調一下 比如說放個印章啊之類的 覺得想要放哪些卡比較好的話 你就自行去修卡就可以喔 好以上就是這副牌組的簡單介紹啦 這邊吃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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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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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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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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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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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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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